大家在外國工作的時候 遭遇到不少的困難 或者去之前都會有很多的想法 會有一些恐懼 但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化 第一件事我們可以想一想的就是 稅務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當你去到的時候生活的問題 第三件事其實更加重要 就是工作文化的差異 講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我們有一位朋友去到其中一個 阿拉伯的國家工作 第一個月已經很搞笑地去到警署 當然它不是因為什麼很大的問題 而是觸犯了一些當地的禁忌 去到警署 當然具體我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大家去一個新的地方工作的時候 設計要考慮當地的文化差異 除了同事之外 其實晚上放了工可能更加危險 在街上逛逛逛逛逛逛 都隨時有些不同的挑戰給到你 所以大家去之前設計設計 要留意當地的文化差異 Hello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的朋友 Simon 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人力資源方面的工作 因為這方面都是Simon的專業 Simon 我聽你近期成立了一個協會 是關於什麼範疇 我們的協會叫做 大灣區人力資源及管理人員協會 顧名思義 我們這個協會 第一件事 最主要是服務我們這個行業的專業人士 即是說是HR 首先是在企業中的HR 第二是HR相關或周邊的一些行業的協會 例如是培訓等等工作的朋友 而第二件事 除了服務我們專業人士之外 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協助我們青年朋友去找工作 其實現在經濟環境不太好 很多剛畢業的青年朋友 其實找工作都是遇到相當的困難 這個也是我們協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我看到協會有三個字 大灣區 那是不是簡單一點 是想在香港找一些朋友回去大灣區工作 還是幫大灣區的企業 或者大灣區的朋友來香港找我們港資公司工作 是否做這個Matching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大灣區包含了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城市 其實在我們的概念中 慢慢再沒有一個的邊境 即9加2也是包含了 沒錯 其實我們協會的概念是 其實人才是流動的 我們不應該只局限在自己的城市 應該是因應自己的技能 財能在適合自己的城市工作 那打個例子 譬如很多讀工業設計的同學 其實在香港來說 找工作特別困難 即是老實說 我也有幾位香港的朋友 在東莞上班 東莞上班 東莞重山湖 沒錯 其實很多工作機會在內地 再加上有些IT的朋友 去了一些大型的南山區的一些科技技術工作 再回來香港其實相當之行 相對上可能這些工種 在香港沒有那麼多工作機會 我們就很鼓勵我們的青年朋友 因應自己的財能 去適合自己工作的地方 當然香港的獨特優勢 一定是地產 一定是金融的 這個毫無意義 當然在專業領域上 非常出色的 內地的朋友 也很歡迎他們來香港 說真的 因為人才是勞動的 我們很希望 在每一位人才都可以 適合自己的領域 適合自己的地方 那個城市發揮自己的所長 但是我們很多香港朋友 回大陸工作 當然是想著什麼 北上廣深 都是大城市 但是9加2裡面 有紹興 有江門 有佛山 有遠一點的 有遺州這些 但是一個香港朋友 去到這些地方工作 第一有沒有這樣的工作機會 第二 這些所謂的異善城市 究竟工作機會 是否真的這麼多 是否適合我們香港的 一些本土畢業生的發展 其實在我們概念上 絕對不應該這樣想 不應該先想一個城市 再去找工作 其實就是 我們不一定 為了去那個城市 而去找工作 沒有理由 為了去佛山 而去找佛山的工作 其實現在的交通 這麼便利 正常來說 都是去大城市的工作 例如你說去到一些9加2 一些沒有那麼多機會的城市 我們都是好像學了放的心態 但是未必是一定特意去做 都是廣深為主的 對 廣深、澳門、珠海 都是一些很好的發展的城市 但一般我們香港人 上到去之後 要搞社保 要搞一些居住證 水肚不服 食、住、交参等等 要重新適應 在這個過程裡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或者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我們 準備上國內 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的朋友 怎樣去處理這些水肚不服 醫食住行的事 這個絕對是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重點 就是剛才說的 青年就要去第二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怎樣去服務 或者令到我們專業領域 即HR的專業領域 令到提升 就是在我們保羅大眾的 联頭HR也好 多一點了解內地的社保 五欠一金等等的發展 令到兩邊的人才 更加容易互相互動 其實這個除了個人來講 需要考慮的事情 其實整個社會的風氣 整個社會的認知 我們協會都希望大動出來 令多些人知道 什麼是五欠一金 內地的社保有什麼好處 什麼可以用到 那絕對是 這個問題 絕對是 雖然我們的鐵會 也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稅制有一個問題 國內交稅的稅 很複雜的 沒錯 也是透過鐵會 和各國政府單位 去多點溝通 我們其實也經常有些建議 給政府 包括內地的政府 怎樣可以簡化 或者便利 所以我們整個大灣區 國波城市的政策 Simon 有沒有年輕的朋友 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些人才 我們不回國內 去日本 去台灣 甚至新加坡 另外一個都是搶人才 很積極的地方 其實以你的專業來說 我們留在香港發展 回國內發展 和其他亞太區的地方發展 新加坡 台灣 韓國 日本等等 其實比較起上去 你又覺得哪一邊的人才發展 會比較好一點 絕對是一個大的趨勢 或者是個個人才 都會這樣想 一個國際性的思維 我們亦都很希望 帶動給我們各位熱情人 千萬不要只想著香港 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Iron 有些朋友 住香港島 就算叫他 九龍去元朗 也不想 我們就開招聘了 有個Canada也好 但他本身住在港島 叫他去尖沙咀上班 他都言不完 也是 有些很多很誇張的例子 其實我們都希望 各位朋友都可以 開放一些心態 開放一些心態 你不要說回什麼大灣區 去新加坡 沒錯 你去維港也不想 沒錯 那怎樣去工作呢 其實雖然我們協會 去大灣區 我們沒可能做完全世界 其實我們都希望 跟所有朋友都應該開放心態 杜拜也好 日本也好 新加坡也好 都是很多機會 英國也好 沒問題 只是我們協會 因為我們協會 有推動這方面 但其實公司 在公司的層面 我們其實都推動很多 去日本工作 杜拜是一個好地方 因為是全世界失業最低的地方 也都很歡迎工程 金融各方面領域的人才 他們都很歡迎 是否因為UAE那邊的稅制 還有Payment真的很好 UAE那邊的稅制 不是 因為它純粹是當地的人 而很多工程 很多基建在做 所以一有基建 就帶動很多 很多各方面人才需要 當然本地人 當然是敏腳 做就海外人士做 但是Pay也不低 當然低 你當很多人在澳門 澳門當時發展賭場 有需要IT 有需要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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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人才會 澳門本身幾十萬人 哪有這麼多人才 一定是外來人口輸入 其實前年我們也開始 19年疫情 也有推動日本 因為當時是東京澳門 雖然很多IT的人才 等等 但最後來 搞不到了 搞不到了 對於Ivan的觀念 非常正確 全球會聚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到最後 就是我們近一兩年 疫情問題 我們旅行的問題 Expect來香港工作 或者我們回到國內 新加坡 或者有朋友在台灣工作 都回不到來 這個疫情底下 你又怎麼看 我們怎樣去找工作 做也好 或者一個地區發展 現在Mobility很低 是的 這個的確是 我們本身都有一些跨國 全球性的招聘組織 就是聯合組織 其實最近那個市況 非常慘大 因為那個組織 尤其是做一些 Cross-Water-Talent 絕對是非常慘大 Anyways 也都是大阪區的好處 相對上在疫情底下 反彈速度 的確是比其他地區快一點 我們香港人也有一些優勢 進入大灣區 在香港本土來講 相對其他地方都不錯 雖然我們這個協會主要是大灣區 但我們的觀念也是轉頭發的 所以很多謝Simon 跟大家分享 關於做臉頭 以及全世界人才流動的議題 可以有些分享 我也看到Simon 這裡有一個是JobsR&R 稍後等Simon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新興的平台怎樣玩 喜歡看這條影片 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 按個小鈴鐺 分享出去 讓那些朋友 學到職場方面的資訊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好 Thank you 大家很多時候會問我們 怎樣去寫好LinkedIn 去吸引多些求職機會 其實如果你想去到 另一個地方生活 或者是英國、澳洲 或者不同國家工作 最重要是在LinkedIn 你加回當地的職員 或者是HR 因為LinkedIn很有趣 你只加回香港 它只會推出香港人 你來的 很少你會接觸到 當地的職員 所以其實LinkedIn 你主動去加回當地 你想去那個地方生活 那些職員 或者是HR 當然你裡面未必 立即一步到位 而是可能要認識多些 香港有國際的經驗 的職員 你才加了他們 或者通過他們 再加其他國家的職員 那你的CV 或者你的LinkedIn 寫得漂亮 才會有價值 否則你寫得很漂亮 都沒有人懂得欣賞 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社交媒體 大家其實都會問一下我們 究竟我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那些HR是否真的看 其實我很肯定回答你 是一定會的 就算HR不看 這個Line Manager 或者Department Head 都會看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是老闆 你想請一個人 你都會想了解他多些 那幾個方面 一個可以設定比較private 少些人看到你的言論 都可以的 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profile 是很open 也可以的 做回自己也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他們雖然會 take一個reference 但未必是有什麼立場 既定立場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純粹想了解多些的candidate 大家好 我是Jobs R&R的創辦人 Simon Simon Lee Jobs R&R顧名師 第一個R就是refer 第二個R就是reward 我們把一個推薦和一個獎勵 放進去扣職那裡 具體是怎樣玩呢 其實本身我們一個找工的過程當中 就是透過job post 在網上見到一些job post之下 去求職 但是慢慢軟變 就是我們除了job post之外 又去找一些獵頭公司 即企業又去找一些獵頭公司 幫忙去找人 但其實兩邊都有一些痛點在 最深刻發展到現在就是我們這個概念 怎樣用一個招聘、一個推薦和一個獎勵的制度 去到優化了job post和一個獵頭 就是很簡單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recruiter 就是推薦身邊的人去到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獎金 從而就是第一減低了企業的成本 第二就是當你接觸到一個好的工作的時候 雖然自己未必做到 但是想到身邊有一個對的朋友的時候 就可以推薦過去了 是不是一舉兩得呢